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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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Bebe 今天做蠔仔滑豆腐煲 快、正、鲜、鲜、味、好好送饭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材料有 急凍生蠔 8 盎司 滑豆腐一盒 一隻雞蛋 三粒蒜頭 一小塊薑 和兩棵蔥 先處理蠔仔 不用預先解凍也可以 用水浸十多分鐘就可以了 等它解凍的同時 我們來切其他配料 薑要切片 蔥切斷 切少許蔥花 蒜頭 切碎 蒜頭 切碎 水 然後我們用粟粉 三粉或者麵粉 洗兩三次 輕輕用手拌一下 再用水沖洗 用匙匙來拌 也可以的 因為可能還有些冰 不要動到手 不要動到手 我們重複用三粉水洗多兩次 水不足就可以用了 滑豆腐 倒入裡面的水 再沖一沖 將它切開細細粒 好像這樣 將豆腐過一過熱滾水 不需要滾起也可以的 滾一滾它再撈起 這樣就會令豆腐更加滑 用回同一鍋水 將蠔仔都過一過熱水 我是開著火的 見蠔仔的皮 粥粥地 就可以撈起備用 全程都是十幾二十秒 全程都是橡膀膀的 開火下油 下薑片 蔥段 用中大火炒香 下蒜粒 翻炒幾下 下半湯匙的桂林辣椒醬 或者自己喜歡的醬料 炒香醬料之後 下豆腐 再翻炒幾下 下大半杯清水 煮滾 給四分一茶匙鹽 半茶匙糖 1茶匙魚露 加入適量的粟粉水 埋芵 加入一些蠔仔 再混合一下 一隻雞蛋 把鸡蛋淋在鬆上 再輕輕地推一推 撒點蔥花在面上 關火 焗它半分鐘 這個蠔仔滑豆腐煲就完成了 好香 好滑 好鮮 好好送飯 記得要按鍵煮飯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這個菜 試過好吃的話 回來給個讚 告訴我們 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出一些簡單的家常菜 可以的話 分享我們的頻道給要煮飯的家人 朋友和姐姐們 多謝你們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現在是我們的展示